解决适用于Android的手机和平板电脑的HP Smart应用程序中的功能不可用错误。 如果您正在使用HP Smart应用程序,从Android的设备进行扫描,并且看到功能不可用消息,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来解决该问题。 完成本视频中显示的每个步骤之后,再次尝试扫描。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继续执行下一步。 步骤一,重置打印机。 重置打印机可以清理内存,并有助于从错误或故障中恢复。 按电源按钮,关闭打印机。 如果打印机没有关闭,请从打印机背面断开电源线连接。 从电源上拔下电源线。 等待60秒钟。 将电源线直接连接到强盛插座,然后将电源线另一端连接至打印机。 启动打印机,完成重置。 步骤二。 在HP Smart应用程序中查看打印机状态。 通过查看打印机连接状态,可以发现是否发生连接错误。 打开HP Smart应用程序,然后确保您已登录账户。 所有打印机功能和设置都需要使用账户才能访问。 如果您连接了多台打印机,请滚动到您的打印机,然后查看打印机图像旁边的打印机状态图标。 这可能需要几分钟时间,该应用程序才会显示当前打印机状态。 绿色圆圈图标,表示您的打印机已连接到Android的设备并准备就绪,可以进行打印。 绿色云图标,表示您的打印机已通过Internet连接到Android的设备,因为它们处于不同的网络连接上。 只有远程功能可用,如Print Anywhere功能和某些打印机设置。 要访问所有打印机功能,请确保您的Android的设备和打印机连接到同一WiFi网络。 橙色云图标,表示您的HP加打印机仅通过USB连接到您的设备,打印机功能受限。 要还原HP加或Instant Ink服务,请断开USB电缆连接,然后将打印机重新连接到Internet。 您可能需要从HP Smart应用程序中删除打印机,然后通过Internet再次进行设置。 注意,HP加和注册使用Instant Ink的打印机必须保持Internet连接。 断开打印机与Internet的连接或仅使用USB连接可能会使打印机无法正常运行。 黑色圆圈图标,表示您的打印机未连接到Android的设备。 要重新连接打印机,请确保打印机控制面板上的WiFi图标以蓝色衡量。 黄色三角形图标或红色圆圈图标,表示您的打印机已连接到您的设备,但在打印前需要注意。 例如,消息可能会显示校准打印头、缺纸或打印机检修门打开。 维护完成后,图标将刷新。 如果您希望重新查看打印机连接状态,请点击打印机的图像。 随即在屏幕的顶部显示状态。 向下拖动以进行刷新。 步骤三,将打印机重新添加到HP Smart应用程序中。 在HP Smart应用程序中删除打印机,然后重新添加。 可以解决连接问题,确保打印机与Android的设备连接至同一网络。 关闭HP Smart应用程序,然后重新打开。 在应用程序主屏幕上,长按打印机图标,然后点击隐藏打印机。 再次点击隐藏打印机进行确认。 在应用程序主屏幕上,点击添加打印机或加号,然后按照提示重新添加打印机。 步骤四,清除HP Smart应用程序缓存。 删除HP Smart应用程序的Android设置菜单中的临时文件,然后将打印机重新添加到应用程序中。 可以解决打印机错误。 在Android上,打开设置菜单。 滚动到或搜索应用程序并将其选中。 在列表中查找并选择HP Smart。 点击清除缓存以删除临时应用程序文件。 对于某些Android的设备来说,您可能需要先点击存储,然后再点击清除缓存。 清除缓存后,点击清除数据的选项,以删除所有应用程序数据。 打开HP Smart应用程序,然后登陆您的HP Smart账户。 在应用程序主屏幕上,点击添加打印机。 按照HP Smart中的提示操作,将打印机重新添加到应用程序中。 如果本视频中的任何步骤都无法解决您的问题, 请访问hpsupport.hp.com-contact联系HP客户支持,以获得进一步的帮助。 请访问这些设计则的设计则,请访问您的帮助。 请访问,这个设计则,您的帮助。 进行转店。 投资者,您的帮助。 您的帮助。 您的帮助来。 这些设计则,您的帮助。